趴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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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場相當混亂 警方衝進屋內 要求現場的人全部趴下 可以看到地上有用筆劃的遊戲紙 上面還有好幾張百元鈔票 蹲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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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情發生在十四號深夜 警方在桃園市大園區移出已經廢棄的空屋內 查獲越南籍三十八歲五姓移工主持的 越南博弈遊戲射疊 提供不特定越南籍移工等十五人賭博財物 現場甚至還自備水以及燈具設備 工具賭照明使用 並查獲抽頭金新台幣一千元 賭資七千三百元以及賭具射疊等證物 全案依賭博最重辦 東川新聞綜合報導